姐姐一下,我刚刚不是讲到最后一张,花一年时间,我说我现在一年也融不出来了,就有很多的书,看起来很复杂,我们这个最后学完8086看后面的也是不难,不是很难的。 这个表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方块号里头基地值,我们的8086的基地值是什么,BXVP是吧,它这个就有这么多都可以,变子集成器,我们8086是什么,SIDI是吧,这个除了没有ESP,其他集成器都可以用来做变子集成器,那么方块号里头的内容就非常之多。 我们刚刚讲到保护模式下,由DS,我看这样的指令,它认为它的断地值是DS,由DS这个断集成器,又可以找到一个描述符,一个描述符占了八个字节,64位,就有很多的信息,根据描述符又可以找到断的基地值,再找偏移量,再找各种各样的属性, 所以就非常复杂,那么什么叫做保护模式呢,我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保护模式呢,它要起保护的功能,当然了,那么就可以是, 就是这个保护模式,它可以是, 保护模式,它有哪些特点呢, 我们就讲一下,一个是采用了分段,咱们都分过段了,分页,内存管理技术。 它这个选址,我们是,一个段是最大64K,我们这个,这个呢,要求在二的三四二次方范围内都能选址,最少可以选一个直接, 所以这个就,我们后面再讲,然后呢,它这个比较复杂的是分段分页,比8086复杂的多,还有呢,是支持多任务。 一台计算机,同时干几件事,这就多任务。 另外,什么叫保护呢,它可以分成0到3节,就是特权节,你这个程序啊,可以运行在0节,1节,2节,3节,0节的UC最高,仿佛是保密文件。 那么最高级别的是0节,比如说绝密的人,那么1节是保密的,2节是什么,比较保密,3节是什么人都可以访问的。 那么访问的人呢,又要分成4个等级,0,1,2,3,你看着4个,再加上是访问的人,再4个,一搞搞起来,又是非常复杂。 所以它这个叫保护,那么我们这个操作系统在里头,你不能在最高级0节,你不能什么人都去访问,那只有级别的,0节的才能去访问他。 那么3节的人呢,只能访问3节,0节的人可以0,1,2,3,自己保护。 那我们这个程序员就永远不能访问操作系统了吗?那个不就也不合理吗? 又要开始搞个门,有门打开的时候才可以访问。 因此保护公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现在先讲简单的8086下的工作的方式,也就是时谋时下。 下面我们就介绍指令系统。前面就行指方式和机器码就介绍到这儿。 指令系统是我们学危机原理的,又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有这么多的指令,你如何去记住它。 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的在这个上,就这个教授软件实际上, 现在有一些,有一点问题。 如果要那个的话,你们可代表跟班长, 就去复几张回来可以看看。 平时呢,要求大家上课看一下,这样你们少记一点笔记。 然后书上讲的非常仔细这一张。 那么下面呢,就讲第三句。 就是指令系统。 要求大家通过这一张的学习,把指令都记下来。 这所以是一件麻烦的事。 那作业本来应该是都做的。 我给你们分成技术偶数,就是少教一点。 但是就是说,还是希望大家都做一遍。 那现在这个指令呢,是一共我们在上的分成六大类。 我们来看一下指令系统。 指令系统,你看,我们才讲了一个选指方式。 哪六大类呢? 就数据传送,算数,印算,逻辑,位移,支付串,控制转移和控制指令。 比较重要的是数据传送指令。 比较重要的是数据传送指令。 算数,印算是,怎么怎么都出去了? 加解乘除。 逻辑比较简单。 我们这个里头可能做的也是非常之多。 所有的都做进去了。 我们可能不要讲那么多。 制服串也是比较麻烦的,控制转移。 就是,有两个少外那个,逻辑位移跟控制指令少外少一点。 其他,其他部分挺多的。 所以下面呢,我们现在,这个就叫,要学什么,点什么。 看,数据传送指令,一共是分成,这又四个部分,是吧? 通用数据传送指令。 和说罗说错,我们基本讲过了。 地质目标简单一点。 标志我们简单一些。 重点在通用数据传送指令。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通用数据传送指令,又有这么多。 那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叫数据传送指令。 你说这么多怎么记啊? 就记,他的操作码,你记他的英文的缩写。 这里头呢,你看看一大堆。 实际上,重点又是模糊。 模糊为什么要多讲一点呢? 我们把群指方式的例子,举得多一点啊。 然后,push,pop,没有什么啊。 就对战操作的。 压进去,弹出来。 交换,圆跟目标,操作数交换一下。 这个是,表转换指令。 就只有这样的一些指令。 所以我们先看一个模糊指令。 模糊指令呢,就是它是这样的。 先讲通用数据传送指令。 那么,先讲一个模糊指令。 它是把原操作数送到。 目标操作数。 就是,目标,圆。 这个指令我们要掌握什么呢? 通路。 要掌握数据传送的通路。 然后呢,我们书上抽了一些, 叫你们看哪个指令是对的, 哪个指令是错的。 提错的太多了。 里头好多都是错的。 其实我应该再放几个对的在里头, 就搞不清了。 通路是什么呢? 书上有。 我现在,你们看一看,回去再看书。 就是,你觉得对还不对? 对,你看这个。 那么我们看看, 那个指令的超速数可以什么啊? 立极数,乘主器,继承器。 继承器呢, 它把它把断继承器拿出来了。 哪些地方可以走啊? 第一个,这个立极数可以送到, 乘主器是吧? 立极数可以送到通融继承器。 通融继承器直接AX送BX, AL送CL都可以吧? 然后呢,断继承, 就是这个继承器可以跟乘主器直接来回送。 然后断继承器可以跟乘主器直接送。 然后是断继承器可以跟通融继承器直接送。 但是有一些例外, 就看一看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 正确的指令是什么? 错误的指令是什么? 我们看一看。 那我们这个, 你们就不用记笔记了, 回去看,仔细听着啊。 立极数送这个是吧? 乘主器吧? 0FF送到乘主器, 找一个乘主单元的地址就行了是吧? 第二个, 我们的立极数可以送到继承器通路是吧? 30, 这个这个表是什么? 达拉的阿斯克玛, 你回去查一下达拉阿斯克玛送到BL。 A的阿斯克玛多少? 41H, 0的阿斯克玛是什么? 30H, 就是可以送到这。 这AX是1250,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Table是一个符号地址, 把符号地址的offset, 便宜地址量送到这个。 好, 所以我们这个讲了。 然后呢, 还可以继承器跟, 继承器跟继承器。 你看, 这个继承器吧, 送到继承器, 继承器送到继承器, 要注意什么? 长度。 有一个继承器, 有长度就定下来了。 对吧, 是8位还是16位的。 再看, 这个是继承器跟断继承器之间, 也可以送吧, 把断继承器送到继承器, 然后底下呢, 是断继承器送到, 继承器送到断, 然后这个互相传送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正确的指令, 刚刚看了错误的来看一点。 它这边要去, 错误的指令, 错误的指令你看, AL不能送到一个60H去吧, 所以, 目的操作数肯定不能是一个粒子数, 这个是继承器直接不能送, 它是, 就承除器直接, 不是继承器直接, 承除器直接的数不能夹, 承除器直接的数不能送, 为什么不能送啊? 硬件没有做自己, 硬件上没有这个功能, 然后呢, CS, 你不能去设一个操作数, 我断继承器是什么数不能设, IP你自己是不能来, 不能自己操作的, IP就是指令指针, 然后这个断继承器直接不能送, 这个长度不一样的不能送, 高档机里头长度不一样的, 可以用指令, 坏一条指令可以送, 所以你们看看哪个不允许哪个允许, 我现在讲一讲就讲完了, 实际业用, 用了用熟了才能记得,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模糊指令, 你看这里头还有这么多, 所以我们这个已经把它做的太多了, 但是这里我还要讲一讲, 要给大家写一写, 除了这个以外, 那么我们刚刚再举一点例子, 通过要搞清楚, 还有举一些例子, Move, AL, A, 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啊? A的阿斯克马是4EH, 你想写阿斯克马就加一个单引号在上面, 就可以找出来了, 空格福的阿斯克马, 什么的阿斯克马, 然后我们再举一别例子, 因为我刚刚讲了一下, 可能就记不住是吧, 然后我们再举例子啊, Move, A, A, D, 这两条指令是经常用到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断地质值,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立极数, 它刚刚的通路上, 立极数不能送到DS, 因此要把立极数先送到XX, 再送到DS,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对数据断付出者的话, 要用两条指令, 然后我们再举个例子啊, Move, D, DX, Offset, Array, 这指令是什么意思呢? 要把一个符号地质, 叫AR, Array的偏移量给它取出来, 送到DXG乘起, 这个呢, 就是将Array, 这是一个符号地质的偏移量, 因为一个地质有偏移量和断移地质两部分组成, 所以这个呢, 要经常要用到的, 我们举这一句, 把符号地质的偏移地质取出来, 因为一个符号地质包括断移地质和偏移量两部分, 我只取它的偏移量, 就是用这条指令, 那什么叫偏移量呢? 下面呢, 就再来举个例子啊, 再举例子, 在汇别语言程序中间, 数据放在数据段, 那么我们看一个, 数据段是怎么来表示的? 他这个, 这个叫段的名字, 我们不是说有四个段吗? 这个就叫数据段, 开始的地方, 当然你也可以举别的名, 但是这个是不能改的, 就是这个东西是固定的, 这个是段的名称, 叫做data, 通常这样来, 那我就要放一组数据了, 数据放在内存里, 但是编程怎么编呢? 那我就叫areae, 给它起一个名字, 给它起一个名字, Aedb, 比如说是14h3bh, 先放个字节, 再起一个符号名, ar1, ar2, 这db, 三个, dop, 这本来应该第四章讲的, 我放三个字节, 0, 然后再array, 这个dw, 我再放字数据, 310, 书上也是有的, 你们注意还要做一下, 01A6h, 这个是, 都是字结束, 这个是字, 刚刚dop, 我们后面再, 叫做复制操作符, 然后呢, 我们可以放个字符串, string, 也是db, 字符串, 比如说goodmorning, good, d, 2dat, env, s, 这个用这两个夸起来, 表示一个数据段, 数据段, 这个是开始, 要一个段名, 这个呢, 数据段结束 我就在内层里头定义了个数据段 数据段在内层里头怎么放的呢 我们再看一下 是这样来放的 你们可以打开书看也行 在七色页上 就是在内层里头怎么放的呢 我这个内层是一字节为单位来放的 数据段定义好以后 其实的地址 这当然都是H了 为单位 这个叫做AR EA 地址单元里头放的是 先放一个14 H 再放一个3B 两个字节是吧 接着呢 就是后面的叫做 复制操作符 这个DOP 就是复制操作 前面这个呢 就是变量 Data Byte Data Word D D 就是双字 那么我们复制是什么 DW三个零 通常还是括号里头一个问号 问号就是原来是什么 它就是什么 而我们就放三个字节的零 零零零零零零零 当然这个就是AR1 A2开始的 AR1 A2 这符号地址是这个 接着下面的 层里头是什么呢 是 Array Ay 我放的是两个字 3100 再放一个01A6 是吧 都放好了 就放了两个字 接着呢 就放GOOD的ASK 那就是GOOD 所以我们再呢 就讲一下 因此在内存里头 我们的数据是这样 一个一个放的 而每一个例子单元 可以给它起一个零 那么我们 这个 放了以后 位移量搞清楚了吧 假如说 这个地址单元的偏移量了 是等于00 假如说 那么这个单元是 偏移量多少 01 是吧 所以偏移 这个偏移地址就是 断G地址 数据带的G地址 加0 加1加2 加3加4 就这么放的 所以我们这里呢 要了解一下 什么 叫做 就是这个DB DW 那么我们 如果要取 这一个的偏移地址是多少 假如其实是0 那它这个AR12的偏移地址是多少 012 是吧 那么如果我们要取AR12的断G地址是多少呢 我们就前面不是offset 而是来一个什么REG就可以取到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出来讲就是模糊指令 我们要讲一下寻止的操作方式 然后呢 我们再看 第二个 第二 第三 第四 这个就 比较简单了 还有几条指令 所以本来 呃 如果把条条框框一讲就讲完了 但是要会用 还是要花一番时间 所以 第二个呢 迫,迫许指令 迫许指令 入账 我这样呢 就给你们看一下 这CII上的 POP 出账 指令 把那个内容推进去 押出来 然后第四个交换指令 Exchange XCHG Exchange 交换指令 远和目的操作数交换 这都很简单 我在上头给大家点一下就可以了 迫许指令 我们看一看 示意图 近战 假如原来的SP指向这个 偏移地址是1200H单元 然后指针是这 我们的AX等1234 BX等5678 那么执行迫许AX指令以后 把AX推到对战里头 AX进去了 SP解2 一字为单位进行操作 再来执行一条 迫许BX进去了 BX5678进去了 这个有经常出席天空提浪学生做 但这个时候 SP已经到了11FC 1200H解1不等于 1199 注意一下 那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POP指令 POP指令 假如对战已经操作到这个样子了 那么我们执行指令前 是这个 如果是这样的 我们执行了 POP指令 把对战里头的内容 弹出来送到AX届成去 是吧 现在AX1234 现在里头7856 那么我们执行一下 7856跑到这儿了 SP解2 然后再执行一条POP指令 又把这个对战里头的POP到BX 本来是5678 现在执行一下 变成3412 对战里数据有没有跑掉 没有 什么时候对战数据会变 新的进去 就把它覆盖掉了 否则它还待在里头 仅仅仅是SP在变 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指令交换就很简单了 譬如原根目的操作 原来是AX BX是这样的 那么执行交换以后 原根目的交换一下 AX的内容就由BX送到这儿 BX的内容是由AX送到这儿来了 就比较简单 但是要注意一下什么问题呢 你看这个 这个是正确的 两个相同长度的计程器 可以交换数据 是吧 然后这个可不可以交换 可以 为什么 CL一出来就知道是8位的 一定是跟8位称之去交换数据 下面的那错误的了 哪个错误的 这个立基数 它交换以后就没发了 反过来就不行了 是吧 你不能把一个AX放到目的 这个为什么不能交换 这里有一个SS 看看交换可以在继承期 断继承期直接不行 这地方为什么不行 这个是经常会靠刀的 就是两个层属单元直接 层属其单元直接 不能直接交换数据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要讲一下 七段代码大家知道吧 为什么这个 他这个指令呢是下面一个了 第五个 就是XLAT Translate 叫做表转换指令 所以大家做一下作业 它的指令的格式是XLCT格式 可以是XLAT 或者是可以写一个叫转换表 或者直接就光是一个或XLAT 这个指令的功能是什么 可以把一种代码转换成另一种代码 我们在举的例子是把十斤字数转换成七段代码 那么我们这个它的功能就是主要是做这个的 七段代码数字电路里学过吧 再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它有供阳节跟供阴节两种激发 LED七段代码 比如我们这个是这样 这个是把阳节丢在一起 正五幅 A段 A 这个是B 这一直到 G段 小写吧 G段 为了要点亮 那么我们这样呢 如果是A这个高的话 这高 高 亮还是没有啊 没有吧 是吧 这个是高的 是 它就让它低 要有个电压差 它点亮 所以我们为了要点亮数字 是0应该编码是什么 它呢 应该是 0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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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1 1 2 2 11001 这个是ABC 这是ABC给它灭掉 因此这个编码是79H 根据这个原则 可以把0到9 甚至ABCD都可以有编码 当然了这个数字 A数字B这个编码怎么编法了 你们再想想 这样我们来看 这个叫一斤写是 不是ALED区断代码 一斤写是什么 比如我们又来做一个什么 电表的控制 它上次我要亮一个电压 这个字怎么亮 一斤很多的点 把电压所有的字都给连在一块 然后让它一点上去 把电压的字亮出来了 就满平的 这个就一断一断的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 指令 根据刚刚的 这个是供阳节 供阴节的话 把阴节连在一块 阳节反过来 编码是反的 这就不讲了 那么我们根据刚刚的原则 从0到4 5到9 每一个七段代码都有一个码吧 这些东西规则不规则 不像刚刚303132 数字0123 是规则的吧 这个七段代码的码 规则不规则 不规则 不规则的东西 把它放到表格里头 就成了有规则的 有规则的 规则在哪儿 它的地址的编码 是有规则的 我们0 放在0地址单元 1放在1地址 2放在2地址 所以要立表 把不规则的东西 放到表格里头 就变成规则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有这个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编程举例 现在还反过去去 我现在如果要求3的 这个七段代码 应该怎么求啊 我表头放在这个0 指向0是吧 然后呢 我要求3的话 3它的偏移 位移量 不叫偏移吧 位移量是3 一下子查表就求到了 对吗 所以我们要用 这个表转换指令的时候 要做两件事 要做两件事 第一 把表头地址 放到bx里头 第二件事呢 你要查的那个 这个数字啊 它的位移量 应该放到al里头 两件事做好 你把表放好 这个就可以转换了 大家看一下 编程的例子 你看哦 利用这条指令 可以把十进指数 0到9 转换成七段代码 我们假如要求 数字5的七段代码 结果放到al 怎么做呢 我就说了 表头地址放到bx里头 然后呢 偏移量放到al 最后指令自信以后 它就会把查到的内容 给它送到al 这是计算机指令自信功能 那我们这个程序 数上哪有的 你们就不用记了 首先要借了一个表 这个表就是table 这个就有没有错啊 写错了 没有冒号的 db这个为指令 后来回去拿掉它 就是db为指令里头 你看八七段代码 表一行写不下 写两行 0123的七段代码 大家还有指令 还是有其他的吗 那么我们说要把表头地址 放到bx里头 怎么放啊 这个还有点问题 这条指令叫做table的 把它取出来放到bx 实际上可以offset指令 应该怎么放啊 应该是怎么放 超前了 movebx 应该是把offset 这个是table 就是说取table这个符号地址的 便宜地址送到bx 也可以用这个上头的 叫l1a 而不是用move指令 move指令的话 取它的便宜地址 然后呢 我们还要制一个出责 就是把5 你要查几 就写一个几送到al 是吧 然后再执行xlat指令 执行以后 它就会去查表 一查到 5的七段代码是12h 就行了 那么我们再翻过头去看 5的七段代码12h 你如果要求7的七段代码 你就把七送到al里头去 我们作业上要求你们求一个5000h的七段代码 那应该怎么求啊 分两次 85求出来 这87求出来就行了 所以这个我们就把这一段就介绍完了 来通用数据传送 首先是move指令 其他的比较简单 xlat多讲了一下 是吧 然后我们再讲输入输出指令 输入输出指令 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里再介绍一下 第二 输入输出指令 印out了 一共就是两类 印 al 这个是口低值 nn nn应该是等于多少 口低值 nn应该是等于0到ff 如果说大于这个的话 就不能用直接用这个 应该放到什么里头 应该放到dx里头吧 所以我们这样呢 就看一下 它可以是因axmm 这个mm的编号 也是等于到0到ff 这个是八位的输入指令 我们重点是八位 16位的这要提一下 后面我们就那个 假如说 例如 因 al ax吧 al你们会了 80h 这个是一条指令 要把80h端口的内容送到ax 80h端口是内容什么呢 它是这样来送的 80h内容送到al 然后呢 是81h口的内容 送到ah 这个是16位端口 为什么16位端口 因为目的操作数是ax 而不是80h这个b号是16位 而是 它的目的操作数是16位的 继承器 所以要用两个口的内容 写d字节 80h 第一的端口 加1端口 81h 送到这个 所以16位的 我们不作为重点 这个是重点 out指令一样 我们然后再看一下 out就反过来 反正它的方向 都是这样的 out指令 就是反过来了 譬如说是al的内容 送到40h口 超过了fx的话 要把口的子放到dx 我们这看一下 这个 你们就这样 你看就是8位口放到al 16位端口 并不是mm等于16位数 而是目的操作16 所以要把端口内容 和端口加1的内容 连着送到al ah 那么我们再看底下的 端口地址 大于ff 必须要先送到dx 但是如果小于ff的话 可不可以送到dx 当然也可以了 是吧 你也可以把什么40h口 送到dx dx再给它送到什么 都可以的 是吧 但是大于ff 一定要放进去 不这就是错 这有好多各种各样的 这个是输入指令 输错也是类似的 输错就是把al送到端口 ax送到这个是什么 就ah送到mm ah送到mm加1 这个短口是吧 然后大于ff的话 要先送到dx寄成器 假如我要送个300h 你不能用al送300h不行的 一定要把300h先给它送到dx寄成器 然后再送 再举一点例子 你看80h送就是印子令 不是模糊啊 80h送到al 然后呢f3h口的内容 我们送到ax 要分两次 f3送到aal f4送到ah 底下310h大于ff 必须要把310送dx dx送al out指令我们就不介绍了 是类似的 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输入输出指令 我们介绍到这 地质目标传送指令 就跟地质有关的 现在一共有三条指令 刚刚已经are1a are1a我刚刚说了 把什么table的地质取出来 就are1a 后面还有两条 我们下面来看例子 这个啊 就是第三类的指令 印澳特我们介绍了 第三个叫做地质目标传送指令 地质adress object transfer 英文就写了 这一条用的比较多一点 叫做取有效地质 are1a 取有效地质 load effective address 有效地质是什么啊 偏移地质 are1a 所以它叫做are1a 取有效地质指令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 are1a bx table 表转换指令 你用到这个了 这个表什么意思啊 把table这个符号地质 的有效地质取出来 送到bx 它等加于什么呢 它跟这个指令是一样的 它跟这个指令是一样的 move bx offset table 这两条指令呢 是等价的 所以你可以用取table的偏移地质 这比较清楚 也可以简单写一下 叫are1a取table的有效地质送到bx 继承器里头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move跟are1a有什么区别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假设SI DS这个都是好了 然后我们来执行are1a 这条指令的功能是什么 上面一条 把乘处单元的偏移量 偏移地质 给它送到bx 是吧 它的偏移地质是什么 就是SI吧 对吧 那就是1000H送到bx 完了是吧 取它的偏移地质 那么如果说我们是move指令的话 应该是什么 应该把乘处单元的内容取出来 送到bx 乘处单元的物理地质是多少呢 它的断积地质是2000DX 是吧 它要乘以16 再加上偏移量SI 是21000单元的内容 送到bx 21000H单元内容是什么呢 是1234H 因此下面一条指令是8 乘处单元的内容取出来 送到bx 这是区别 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 表转换指令里头 这个就是立了一个表 我要送bx 可以直接用lea指令 把它的table的偏移地质取出来 也可以用table的offset 用move指令取出来 就是这个地方讲一下 下面这个呢 用的 这个就两条就简单讲张 不要很重叠的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把原操作数 叫lds 是一个物理地质 它可以有断地质和偏移量 有几个字节组成 有四个字节 四个字节可以放到一个层处单元里头 那么我们看看 就是还是举例子来看 比如说我们要执行这个指令 lds sibx 这表示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个原操作数 一个乘储器操作数吧 乘储器操作数 可以指向一个单元 这个单元是多少呢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指令来看 ds等于0100 bx等于0020 这个原操作数的物理地质多少 我把这个讲完 物理地质就应该是01020 是吧 它就放了一个26A0 然后01022代元放了个B500 就是我把这个例子再讲一下 那表示这个物理地质 其实地质是多少 26A0是吧 因为根据这个可以算出来 它的物理地质是 01020是吧 里头放的内容是26A0 然后是B500 你把这两个数取出来放到哪去啊 放到DS放到SI DS是放什么 B500 然后这个是放什么 后面两个 我再讲一下啊 就是你可以找 就是找到一个物理地质 物理地质的入口地质有是吧 这个圆操作数的物理地质圆吧 圆操作数是一个物理地质内存单元 它呢是放着可以求出它的物理地质来没问题吧 这里放了四个字节的数 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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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放到 我们看看是什么 DSH 这个呢 放到什么地方 SI S 去搓四个字节 D两个字节放到SI 高两个字节放到DS 然后这一条指令呢 是把D两个字节取出来放到DI 高两个字节放到ES 所以ESDI 一个是DSSI 这两条不太用 所以我就讲到这 好下课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词